为了要备战110年全民公投 花莲市公所民政客从14号开始 一连办理了24场的选务人员工作讲习的课程 为了让工作人员都能够加清楚 投开票所的作业流程以及相关的规定 110年全国性公民投票即将在12月18号登场 为了让工作人员可以更清楚 投开票所作业流程及相关规定 花莲市公所民政客从14号开始 一连举办24场选务人员的工作讲习课程 那我们这一次针对公投的部分 做了相关的讲习 也希望在12月28日 在投票的过程里面能够非常顺利 那因为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造成整个公投的时间往后延 那基本上公投有四个案子 17到20案的部分 第一案是重启何事 第二案是珍爱藻礁 第三案是反莱猪 第四案是公投绑大选 我们希望很多的民众对于这些议题都非常非常关注跟关心 也希望投下神圣的一票 来决定我们自己心目中所思考的一个 给政府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确的方向 那也呼吁大家在投票的过程里面 也要注重防疫 那我们花联市公所也全力会做好相关的防疫工作 花联市这一次有93处的投开票所 总共有1200名的工作人员 市公所希望透过讲习让各投开票所选务工作人员 都可以熟悉法令及投开票所有的法规和工作要领 借以提升选务工作效能 以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顺利圆满完成这一次公投的投票任务 借实立群花联市报道